视频中的女人名字叫特雷莎·西弗斯 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 她的家庭美满幸福 家中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特雷莎在佛罗里达州拥有一个医疗康复中心 事业如日中天 可突如其来的无望之灾不期而至 当警察抽丝剥茧 找到幕后黑手的时候 人们不禁唏嘘不已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月的频道 我主要讲述一些真实的案件故事 作为一个案件迷 我希望分享这些案件的同时 带给大家一些警示的作用 如果你喜欢 别忘记点赞订阅哦 2015年6月28日 47岁的特雷莎医生 乘坐的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西南国际机场降落 他刚刚结束在康涅狄哥州的一次家庭聚会 就在几个小时前 丈夫将他送往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 特雷莎离开机场 开着私家车 安全抵达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家后 还给丈夫发了一条平安短信 就休息了 可是第二日 他们的医生邻居收到了来自特雷莎丈夫 马克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特雷莎没有准时出现在诊所上班 马克请邻居帮忙去敲个门 看看妻子是不是睡过头了 这位邻居来到了马克和特雷莎 位于佛罗里达州 波尼塔斯普林斯的独栋房子 门铃被暗响后 一直没有人开 他透过大门的玻璃 看到开放式的厨房里 赫然躺着特雷莎医生 而他的周围则是一片红色 特雷莎生于1968年 她出生的一个月 父母就离了婚 她是由妈妈一手带大的 从小学六年级起 特雷莎就对医学方面的知识 非常的感兴趣 一直品学兼优的她 还曾经在高中毕业典礼上 代表全校的毕业生上台演讲 之后的医学之路也是非常的顺遂 她很快就成为一个整体健康医生 这个研究领域很有新意 整体医学是一种设计整个人的保健方法 这意味着在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时 身心都与身体一起考虑 整体保健的一项关键指导原则就是 身心健康在整体健康中 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雷莎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但那段婚姻只维系了三年之久 之后她便通过自己的好朋友 认识了对方的哥哥马克 两个人很快就组成了家庭 并且有两个女儿相继出生 夫妻二人在特雷莎工作的医院附近 购置了一套房产 但令特雷莎意想不到的是 她那晚驱车回家后 家里有两个不速之客 正在等着她 犯罪现场惨不忍睹 用来攻击特雷莎的武器 是一把羊角锤 换句话说 她是在自己的家中 被闯入者活活打的 家中同时也被洗劫一空 难道是一起随机的入室抢劫案件 莫非是由于主人的意外回归 导致劫匪痛下狠手 警方了解到 特雷莎医生拥有比较强的个性 人到中年的她 在医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尤其是她所涉猎的整体医学方面 根据统计 近期有五个与特雷莎相同研究方向的医生 遭遇不幸 那么是不是特雷莎在工作中 无意触犯到一些利益团体 而引起了灾祸呢 一周后 特雷莎的葬礼 在纳布勒斯的联合教堂举行 她丈夫马克带着她的两个女儿参加了葬礼 人们发现 呆立在教堂过道上的马克显得心烦意乱 她还深情地上台讲话 一般妻子遭遇意外或者是不幸 最先被怀疑的人就是她的伴侣 特雷莎的丈夫马克在案发时 与两个女儿远在千里之外的康涅迪格州 所以她又完全不在场地证明 警方于是将触角伸到了每一个 与特雷莎有过接触的人 病患和同事 私人健身教练 美甲师 甚至家里的检草工人都被带到警局问话 不过好像案件处理得毫无进展 葬礼结束后 警员发现 马克将家中的电子设备 通通丢进了诊所后面的垃圾站里 警方决定将马克带到警局进行询问 马克一开始非常的配合 主动提供自己的手机供探员查询 手机上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信息 探员们唯一发现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就是马克在审讯室里的一些怪异行为 她真的真的 大家都说这些妻子 我应该是在家 她是在家的妻子 我没有选择她 她没有选择我 你曾经遇到人 有一个不健康的关系 在问询的间隙 趁着探员不在房间里的空档 马克似乎在演练一些激动的情绪 她可能认为没有人看到她的这些行为 但她太天真了 审讯室一旦开启 必定是有全方位全角度的记录整个过程的 有了这一线索 警方决定对马克的背景进行调查 两周后 他们果然在距离佛罗里达千里之外的密苏里州 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并且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两个嫌疑人 吉米和韦恩 吉米是一个有无数犯罪记录的暴力犯罪分子 她和被害人特雷莎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 但经过深挖 吉米的好伙伴韦恩 居然是和特雷莎的丈夫马克一起长大的好兄弟 马克出生和成长在密苏里州 更加巧合的是两周前她曾经回家乡参加了好友韦恩的婚礼 而这个发小也是一个绝对的猛人 她居然给自己的社交媒体起的名字就是Hammer 佛罗里达警方的第一次密苏里之行并不顺利 他们找到了吉米 对方说6月28日那天自己身体不舒服 一直在自己的房车里睡觉 而当警方找到韦恩的时候 韦恩则是三肩其口并不配合 所幸的是警察在吉米家中的车道上看到一辆银色的轿车 他们在汽车里发现了一个GPS导航仪器 这个导航仪在记录上并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但是警方还是将它交给专业的技术人员 看看是否能够恢复一些数据 功夫不负有心人 几天没日没夜的反复尝试后 数据居然奇迹般的恢复了 警方了解到GPS在案发前一天 居然有一个长达1140多英里的长途旅行 记录始于吉米在密苏里的家中 他首先去了隔壁镇上的韦恩家 然后一路南下 途经75号洲际高速公路 来到马克和特雷莎位于佛罗里达的家 数据还显示 他们是在28日凌晨6点钟到达的 没过多久 两人又导航去了附近的沃尔玛超市 当警方再次来到密苏里州 案件的进展出奇的顺利 因为这一次警方得到了 韦恩新婚妻子的大力支持 他向警方透露 韦恩跟自己说过自己谋害了特雷莎 他回忆说 当时两人正躺在床上 韦恩告诉自己他谋害了一个人 当他问及你是如何谋害的呢 是用枪支吗 韦恩则表示自己使用了一把羊脚锤 而这个描述 恰恰于罪案现场发现的工具相匹配 韦恩的女友还主动带着警方 开车来到高速公路边上 找到了韦恩曾经在作案时候 穿过的一身蓝色衣服 案件至此 凶手算是找到了 但他们的目的似乎并不明朗 远在密苏里州的两个普通人 与千里之外的特雷莎医生 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这个其实也不难猜测 就是为了前辈 那么到底是谁想要了特雷莎医生的命呢 你猜对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下 本案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幕后黑手 马克 韦恩接受了警方提出的认罪协议 将自己可能获得的一级谋害罪降级至二级 最终获得了25年的刑罚 但前提是 他需要作为证人出席对马克的审判 韦恩表示 案发前两周 马克前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他向自己诉苦说 婚姻不幸福呀 正在和妻子闹离婚 由于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如妻子呀 很有可能失去两个女儿的抚养权 那到时候他就是一无所有 韦恩开始和昔日的好友一起讨论 如何才能让马克不再承受煎熬 还能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以及所有的财产 最终两人研究出一个 除掉特雷莎的完美计划 韦恩告诉警方 马克给了自己6万美金 作为开长途去佛罗里达的费用 并且承诺 事成之后 他拿到保险赔偿 会分给他至少10万美金作为酬谢 韦恩还告诉警方 选择除掉特雷莎的地点 他们其实有几个选择 其中一个计划是 等到特雷莎从诊所出来袭击他 但万一特雷莎和同事一起 就可能会伤及无辜 韦恩记得当时马克说 伤及无辜是最好的 那就更加不会有人怀疑到自己的头上 但是韦恩拒绝了这个方案 韦恩还找到吉米一同前往 他首先从附近的租车公司 租赁了一辆汽车 他开车到附近的镇上 接上了吉米 二人大约在周六早上8点钟出发 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 在周日凌晨6点多到达马克和特雷莎的房子 韦恩表示马克告诉自己 特雷莎将会在周日晚间返回 而马克和孩子还要在康涅狄格州度假到下周二 韦恩使用马克告诉自己的车库密码进入车库后 按照好朋友马克所说的 他先将房子的监控设备全部的破坏 随后带着吉米在房子周围转了一圈熟悉环境 两人稍作休息后就去了附近的沃尔玛超市 监控中显示 二人在超市中买了黑色的垃圾袋 以及清洁用品工具 午后二人再一次进入特雷莎家中潜伏起来 傍晚时分便听到车库们响动 他们知道女主人特雷莎终于回到家中 特雷莎进屋后不久就遭到了袭击 因为韦恩不小心踢翻了地上狗盆子的食物 当韦恩被问及特雷莎有没有看到她的脸 她说有 韦恩回忆说 特雷莎虽然小小的身体 却反抗的非常顽强 她和吉米二人协力才在厨房将其谋害 韦恩还强调说 同伴吉米作案非常的专业 二人刚从密宿里出发时 吉米就拿出两套连提衣 作案时候穿上她 并且用胶带将领口袖口都封起来 就不会留下任何的物理证据 法庭上 变控双方的家人都认真地聆听着 特雷莎的母亲和姐姐每天都坐在法庭上 失去亲人的痛苦可想而知 特雷莎的母亲是一个坚毅的人 她是一个令人佩服的单亲妈妈 独自抚养了两个优秀的女儿 当听到特雷莎被害的惨痛经历时 她的姐姐则痛苦地捂住了眼睛 韦恩的证词细致入微 她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她自己其实也在为特雷莎医生的诊所 做一些技术支持的工作 她将办公室病人的留言系统解析成文本 然后输送到电脑中 所以她一年大约有两次需要飞到佛罗里达 去完成这项工作 也就是说 韦恩和特雷莎也是朋友 然而马克的律师则尝试在感情关系上做文章 她提出韦恩和马克从小相识 不能排除她对马克有异样的情感 由此牵出一场扭曲的情杀案件 但是法官并不买账 他在辩方首次提出这个荒谬的论点之初 就果断地制止了辩方律师 韦恩还向法官例举了一些细节 用以证明马克是绝对的策划者 他说马克告诉自己 家里的围墙很坚固 不过有一个小小的漏洞 他可以从那里进出 并且为了保障安全 马克已经将小洞附近的荆棘处理掉 省的以后留下任何的证据 他还告诉警方 马克告诉他不要带任何的武器 因为如果选择在家中作案 最好是就地取材更像一场意外 除此之外 检控方向法庭递交了足够多的数字证据 这包括他们在吉米车上找到的GPS装置 吉米和韦恩沿途在附近便利店购买食物的录像 以及马克和韦恩用以沟通的付费电话卡 这些证据无不揭示出 制造谋害案件的始作俑者 就是特雷莎的丈夫马克 但马克这边 他从来不承认自己买凶谋害妻子的事实 他反复的强调自己和妻子十分的恩爱 大家记得吗 他在特雷莎的葬礼上还说 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 是啊 如果他的丑恶嘴脸不被揭示出来 他将是443万2000美金的保险的受益人 只可惜人在座天在看 但凡走过必留狠起 马克还是一个异常狡猾的人 他雇佣自己的发小去帮助自己铲除障碍 但他却并未提及家中 其实存放着5万美金的现金 他大概也只想利用一下自己的这位朋友而已 事情发生后 维恩还专程飞来参加了特雷莎的葬礼 他应该是不远千里来向好朋友邀功的 但维恩什么都没有得到 因为当维恩在法庭上 听到警察从马克家中搜出5万美金的情况 他表示并不知情 2016年5月11日 特雷莎的母亲获得了他两个女儿的监护权 而对于马克的审判 一直被推迟到2019年的12月4日 毫无悬念 他作为谋害妻子特雷莎的主谋 被判定一级谋害 然而在量刑的审判上 却有一定的难度 陪审团建议法庭判处死刑 但是法官是有权利否决陪审团的建议的 此时马克的两个女儿写信给法官 希望他们的父亲从轻量刑 但是作死的马克却在法庭上做出了以下的陈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也就是说他在最后的陈述中始终不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并且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也可能是马克虚伪的嘴脸 再一次触犯了重怒 2020年1月3日 布鲁斯凯尔法官当庭宣布对他的审判 目前马克被关押在联合成教所的死囚牢房里 等待自己的末日 不过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 没有直接参加杀戮的死刑犯 他的同伙韦恩 因为与警察签订了认罪协议 以二级谋害罪获刑25年 另一名同伙吉米也以二级谋害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好了 今天那件故事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对5月的支持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哦 再一次感谢我们下期再见